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新闻 水绝作为春夏两季中的一种常见野菜 向水而生 味道独特鲜美 是晚南山区人民餐桌上的一道特色时令美食 我们去安徽黄山市休宁县去看一看 在安徽休宁县西口镇江潭村沿河岸边的田地上 村民宋新英正在采摘一种当地特有的野菜水绝 他会在成片的已经摊开叶片的成熟决菜中 专门挑选嫩绿卷曲的芽头进行采摘 叶子展开了就不能要了不能吃了太老了 像这种刚好又嫩又香 叶片还没有完全打开 有个头的就这种刚好 水绝无论清炒凉拌做汤都不会变色 不仅口感嫩滑清爽鲜美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水绝经过清洗 守宅成段备用 土造生火 倒入农家菜籽油 依次放入火腿肉 大蒜 水绝 翻炒至绵软 加辣椒 撒上盐便可装盘 热气腾腾 嫩绿水绝中点缀着火腿 让人垂涎欲滴 清炒 凉拌 反正这个成天来的食物 这个这么多都是原子原来的好吃的